大家好,我是王妮 我跟中国西方学了六年多 我一个月我能占十四万 在非洲卢旺达 有一个中国的竹编组 承担援助卢旺达竹子种植 和加工利用基础培训项目 卢旺达本身就有一些竹子 但以前并不知道竹子的重要性的及经济作用 自从来了中国专家 引进了一些中国的竹子品种 并认竹子手工加工 及机器加工等方面进行培训 兽人以鱼不如兽人以鱼 妇女能顶半边天 她们免费学为手艺 如今都已顺利出师 开始创业 拼着自己的双手 编织美好的生活 她们这个小组 正在做一些灯罩 这个简单美观的灯罩 可以卖到五千路郎 这一盏大型好看的落地灯 可以卖到一万五千路郎 她们每人的月收入 最高可达十五万卢狼 在卢旺达算是中上收入水平了 你们可知道 在农村请一个保姆 月薪才三万卢狼 知识改变命运 技术改变人生 她们收入确实不错 都骑得上自行车了 卢洗袖子加窝干 早日开上小汽车 在国外 每当看到中国两制 都特别激动 中国援助 中非友好 互帮互助 携手并进 共创辉煌 这一套桌椅 是王宁制作的 被一个美国人预定了 售价二十万卢狼 据我估计 至少一半的利润 也就是能赚十万卢狼 王宁的师傅 是一位我相处的 中国主编专家 已经扎跟卢旺达十几年了 为中非友好 为卢旺达发展 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为他点赞 好朋友的话 要记在心里呀 好朋友的话 要记在心里呀 好